停靠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今天载有450名乘客下船 三天来总共有1160名乘客离船了 不过日本政府的做法 则是让这些离开的乘客 可以在横滨就地解散 也让当地的居民现在是人心惶惶 钻石公主号乘客离船来到第三天 21号有450人拉着行李踏上归途 结束这场海上惊魂 终于返回陆地 有乘客感到兴奋 也有人惊魂未定 连续三天累计1160多名乘客离船 但仍有约100名乘客不能下船 他们检疫成阴性 但曾经跟确诊病患同房 日本当局将安排他们到其他设施隔离 1000多名船员则在经过检疫后另行安排 而21号传出 澳大利亚跟美国包机接公民返国后 在检测却多人确诊 跟在日本的检查结果不同 日本当局对此四两拨千斤 公主号停靠横滨 乘客又从横滨车站搭车返家 阴性可能变养性 加上日前横滨已有问奖确诊 当地居民惶恐不安 面对外界质疑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表示 有不少乘客早在2月5号下令隔离前就感染 认为采取隔离有一定效果 但日本厚生劳动副大臣 在推特的照片 曝露船上隔离根本漏洞百出 左侧入口写着清洁通道 右侧则写着不解通道 两个入口通往同一个空间 所谓隔离形同虚设 另外日本疫情也拉紧报 21号日本各地也新增不少确诊病例 其中北海道有两名小学生中招 其中一人还不到10岁 日本海沿岸的石川县 也传出首例确诊 其余线也传出雪林前儿童感染 疫情连环报 民众人人自围 问疾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